我可能做不了那么好 但是至少我努力了 工作里面所交到的朋友 那就维持工作关系就好了 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热情 去关注一些失忆的远方 我们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我们之间的友谊能够维持多久 其实我觉得旅行可能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磨合 啥意思 不要拉着我 感动的同时我又很想嘲笑 这是一对 不准抢手机 这这是您追回来的 二十年了 终于喝到了这勺汤 得到父亲的认可 这比外人发赞的话都来得更重要 我是一个不太会当父亲的人 能为他做什么呀 我是一个没有跟的人 结婚之后才出现了那种所谓的归属感 好像我们是一家人的那种感觉 也许我没有那么优秀 但是我一定会 就是你讲你需要我的地方 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能力去帮你 去支持你 主乐队没有说 先是工作关系再是朋友的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但我们在前行的路上遇到一些彼此陪伴重要的人 就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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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